张子萱是1984年出生在北京 18岁时变成了瑞丽杂志的专属模特 开始在模特界展露头角 在2011年开始正式进区娱乐圈 参演了文章百百合主演的爱情电影 《失恋三世三天》 而他凭借该片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新人和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新演员两项提名 2013年再次与文章合作出演了小爸爸 该就是文章是自导自演的 所以张子萱也因此得到文章的力捧 剧中张子萱饰演了 向往纯净如水的爱情女孩珊珊 因此也赢得了分钟的喜爱 就当以为张子萱的星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他突然发微博称与陈赫在一起了 这一决定顿时就陷入了一顿漩涡 张子萱的星途也因此受到了不少影响 公布恋情后都没有心做面试了 随后两个人更是火速就结婚了 虽然陈赫和张子萱的恋情受到了很多人的唾骂 而两个人并没有因此分开 在这里也祝福他们一家三口吧